老大对不起老大 马来西亚导演蔡叶翰首次自导自演电影《龙泉》将于2月23号全国上映 但因电影里的暴力和黑社会元素太重而被列为限制集 18岁以上的观众才能进戏院观赏 蔡叶翰导演自小开始练习武术 加上之前的男主角临时不能演出 所以自己轻身上阵 辉哥成续辉一直称赞导演 在片场让演员自由发挥演技和对白 就是在要拍开拍的时候 那个main的原本要做这部电影的主角他就退出了 所以我们一起顺练 那个过程是一起顺练的 所以就要找一个又已经顺练过了 就是比较难那时间很短 所以就决定了自己上阵这样来做 因为导演很好 我们说导演我讲这句话 可以 好像刚才你这样讲的 我这样打可以吗 我这样可以 导演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的 什么都OK的 电影龙泉虽有两位新加坡资深演员 辉哥和谢婉玉主演 但也有心境演员王小成和曼得将伪翰 辉哥坦言自己虽然比较资深 但也没有特地迁就其他新演员 而放低自己的标准 他觉得演戏最重要还是默契 因为拍戏一定要大家一起有默契才好看嘛 不可以说啪来啪气的 啪来啪气就不定就不可以看了 跟辉哥合作 然后辉哥在马来西亚是蛮有一个前辈 然后呢第一次跟他合作 而且要打他 然后我都很担心 可是辉哥的配合度完全是很专业 就是一直给他打 给我打 要看搞笑 要看动作 一定要看龙泉 要看辉哥被打 一定要看龙泉 而以为23号在全马戏宴上赢 对 不要看我拉我 我还是可以很面倒 我上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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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